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中国的帝王将将的陵墓添上了不少神秘色彩 秦始皇陵和武则天和藏墓 乾陵是否真的没有被挖掘过 历代被挖掘的帝王魂血中 又是否真有神秘的西式针泡 那些有名的盗墓者如草草 乾隆房帝的君华 孙殿英 有什么盗墓的奇闻 而神秘的守灵人又掌握着什么古老的信息呢 今晚我们就来解开帝王灵墓的神秘面纱 中国的传统文化 或者是基本上这个建筑是一个载体 各种年代的文化元素都在建筑的留存 建筑中间有两个东西是我比较有兴趣的 一个就是民居 还有一个就是坟墓 也是民居啊 穿越有点大 也是民居 也是民居 就是阴宅嘛 对啊 附近的长丁的听州 有一个唐代的阴塔 塔一般都是竖起来 它那个塔是个水井 很少有 我们站在上面看的就是往下看 它是个阴井 阴塔 阴塔的话 我这有一个有另外一个实力 就是说呢 很可能它不是阴塔 是怎么样呢 可能是防盗墓的 因为那个在盗墓的时候的话 很可能它就是说 那个在挖地的时候 别人没有的 它是有个井 这个井是干井 它没有水的 然后人 守灵的人就住在这个底下 因为他肯定是在这个墓葬区里边住的话 你隔壁边的人 盗墓的时候有动静的话 他都听得挺清楚 这个是有实力的 在那个北京的那个通州 曹雨昕家那个墓园里边 就有这种井 而且距离很近就一个 距离很近就一个 就是当年守灵的人 在这里边被防盗墓庸 普及一个小知识 把地抠开 人埋进去 然后填平土 平的 这叫墓 在中国里边 填平土 如果说在上面再起个包 这叫坟 但是如果说填平的墓 它是超级大的 像那个大号 CCCL这个号的话 这就叫做林 讲到皇帝的林墓 现在我们一开始投 就是青石吧 还有就是 现在不敢挖的武则天 武则天 前陵 还有那个明 十三陵 挖了一陵 对 还有很多人不敢挖 好像说武则天的墓 也很多人在挖 但是每次挖的时候 总会有天空有异象 不是打雷就在闪电 王朝那个时候挖过 然后是下雨打雷 到了五代的时候 节度使温涛挖过 也是打雷下雨 当时四五年军阀 在挖的时候 也是打雷下雨 就感觉是谁要是碰武则天的墓 肖晶腾就去那儿 笑话 他以神 而且那个行拍拍出来 他那个墓还有很多的那种怪怪的圈啊 是这种怪象吗 农民做的 农民做农民 说明武则天堂的牛 阴魂不上啊 他那个墓没人敢碰现在 是吧 谁碰就谁懂 那挺厉害的 当时我听说他里边肯定会放很多机关 或者是化学的东西 像金字塔的 他有五十多个人进去过以后啊 之后都陆续惨死 他们有人说是受诅咒 可是我觉得更多可能是因为里边有一种化学的东西 首先啊 灵墓里边设计官这边有啊 第一个叫做设72个遗种 知道吧 就是空坟 那这个东西是保密性质很差的 就是为了怕你到墓 中国人有拜祭祖先的习惯 你要是去了 你到这个坟里边 那就知道是在这儿的 你要不去的话 叫清明不烧纸 祖宗树中纸 知道吧 你不去不行 去了就露馅 第二个里边如果说设计官 说有那个公努 公努的话 这里面有个很关键东西 中国的公努是怎么的 那个公悬都是用动物的金剑来做的 就是金和剑 它是时效性很短 也就十年二十年就烂掉了 中国人怎么样的话 他盗墓的话 是先放一群鹅和鸭 如果碰到这机关之后 那个剑先把鹅杀死 然后所谓毒气没有 中国人没有毒气这个 没有这种化学知识 它是怎么样 是属于那个里边那个石灰或者化石 这类似物质的话 在里面发酵出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就是阴差阳塑 搞出这么一个这个沼气来 祖坟冒清闲就是这意思 盗墓的时候都是往里边点火 把那火烧了 就是暗火烧了之后 就没有了 还有一种就是翻板 翻板的时候 它不断探路 用石头往里边砸 一砸它就去翻板 翻板之后的话 架个梯子 从这边这边量一下梯子 架了梯子跑过去 防盗墓手段都会被破 还有一个好像叫做沙子 这只有叫击沙墓 击沙墓里边那个是最难到的 当时曹操不叫做摩金校尉吗 北齐的时候也有个盗墓 叫做陶沙关 这陶沙关就专门倒这种墓 这种墓是怎么样 是挖的坑越大越好 然后那个筛选的 最精细的沙子 沙子往这里边塞干了 往里边铺 铺到中间这个方形 铺到中间的时候 把这个关再放上去 然后再铺沙子 那你倒水不就可以了吗 你倒水你怎么办呢 你倒水以后就沙神快了 它这个盗墓的时候 如果说从顶上往下挖 这工程量太大 因为盗墓几乎都是在夜里面 就是最多是用三五天时间 就被倒水 它倒进去 然后你要是挖的时候 挖一产沙子就下来 挖一产沙子下来 你只有把这所有的沙子 挖出来才可以 他们有时候在冬天里边 往里边放水 结成冰再挖 那强度很高 即使就是你挖出来 用大产机来挖的时候 还有它还有道路 那时候哪有大产机 去沙的时候 它放那种特别尖利的石块 你要是挖的时候 沙子下来的时候 沙子没啥事是吧 但是你很可能的话 这石头你浇了水的话 这个石头的重量大 一下就把你砸死 你要不是超级马力 能顶石块的话 没人敢放这 这个有科学好 兄弟 这个研究的好 而且还更坏的是怎么样 它有的时候 在大型击沙墓 特别大的人 它放七八口关材 你除非把整个沙空 全挖出来 把每个关材都打开来放 难度特别大 如果有这个条件 建这种墓的人 一般它都有守灵人 有这个条件 它有守灵人的话 你在短时间之内 倒都是不太可能 这是属于目前来说 就是最有效的一种防盗墓的方式 还有一种更有效的 那就是你把盗墓 这种盗墓都为了钱 你把把自个儿 放在一个透明的棺材里 让大家都看着你 什么都没有 在北京 我不要 我都主动双规 对 对吧 啥都没有 有人愿意修魂墓 有人愿意去盗墓 守墓的人 其实让我印象最深的 袁崇焕 那个家丁 假的 袁崇焕守墓人 这个假的怎么样 这是从一个新闻里面来的 他那个新闻是这么说的 他是袁崇焕的一个家丁 然后袁崇焕死了之后 在那个 太死了 对 然后那个卖了一钱银子 一块肉 然后他就把那个骨骸 埋进去了 这里面只要有一个事情 我就可以打败他 他埋在广区门里面 广区门这个地方是满城 满人去居住的地方 这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汉人 可以在这里面的 当年的汉人全都被赶走 这个家丁说守了九世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没有办法冒充自己是满人 广区门是满城 这是因为有史可据的 对 因为很多这样的大城市的中枢 都基本上满城 对 满城 小富洲的这个旗杆像 齐人像 袁从焕那埋在何处 袁从焕埋在哪儿 真的不清楚这个事情 因为我查明史里边 从焕有无子 袁从焕有无子 而身无家资 就家里有群人没有孩子 我只能推测 这我不能下境了 在明的时候 这种尸体被 就是说被碎尸的话 几乎就是说那个抛尸了 就 他那城楼 他头被展示过 收尸是怎么收尸 这个就不会再记载 那现在还有守灵人吗 守灵人现在 部队 军队 军队那种是无意识的 守灵里边最出名的是 给铁不珍守灵的这么一个人 给城西三 那个部族 那个部落 特有部落 对对对 他们是黄金家族 城西三是黄金家族 黄金家族 这个词 是意思什么 是神圣家族意思 他们是守灵 是精英部队 五百户人里边抽出来的 不交税 不服兵役 然后政府也不管他们 他们就拿城西三画像 和一把金刀 去到那个各民族里游走 那边说 我们是给城西三守灵的 守灵了之后 然后你们都给我钱 但其实这是一个很尴尬的事 也是一个很荒唐的事 蒙古人是有两套墓葬 蒙古人的真身是怎么样 是他没有棺材 权贵是这样的话 死后 结一段圆的这种那个南木 如果金丝的南是最好 然后从中间抛开 抛开之后这不两半了吗 抠出个人形来 把人放进去 死人放进去 在顶上也抠出来 就相当于一个特别严核的 这种那个包装盒 就像是放鸡蛋那种包装盒 然后头 中 尾 三边用金线捆好 放鸡蛋包装盒 对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下葬到里面去 不起坟包 把那个马 所有的马来 来把它踏平的 所以别人也找不到 然后再守着一年之后 青草长出来 人就走了 蒙古皇帝的灵 就没有被抠过 因为找不到 但他们也要有一个 平掉的东西 那怎么样 就是一关中 蒙古有个习俗说 人在死的时候 最后的一口气 如果用那种骆驼的毛 放在鼻子上 这人灵魂就保持住了 承西斯坦是 当时用一口白骆驼的棕毛 留住了这组东西 然后放到一关中里面去了 这一关中还在 中国有个叫乌兰夫 在延安的时候 还拜祭过这个 路过延安的时候 还带到延安来 这个是属于最出名的 这么一个守灵部队 但是守的灵 还是一个 他们自己都本身都不知道 这只是大堤方 你说大概 那个大汉是埋在这儿的话 具体在那儿 现在还找不到 是在外蒙还在内蒙 至今没有 承西斯坦是一个 考古研究一个课题 干宝为什么写搜神记 这是禁书里面记得清清楚楚 他的哥哥死了 十几天身体不良 结果又过了十几天之后 缓回来了 活过来了 活过来了 这不算什么 干宝的爸爸 有个小妾 干宝的爸爸死的时候 他妈 干宝的亲妈 他妈是正式的 就把这个小妾 给推进坟里面 埋上 十几年之后 干把他妈死了 夫妻要合葬 挖开坟的时候发现 这女的还有气息 小妾 小妾还有气息 还有气息 挖出来拿回来之后 四五天之后 活过来了 十几年以后 十几年之后 然后说那你怎么活 恩爱如初跟他爸 当时他爸是给他拿吃的 就很神秘一个事 活过来之后 更诡异的事情是怎么样 就是 这小妾又嫁人了 还生了一个儿子 这是禁书里面写的 这是禁书 这可是正式 他们家这坟子 几乎是保鲜冰箱了 印度练瑜伽 秘装的那些 它可以维持一个 微弱气息的呼吸 但十年就会不太多 十年这也太诡异了 当然这个 这个记忆 我说历史书里面 有一些很破常识 这些东西 但它真的是在正式里记载 二十四史里面 禁书还算是不错的 兼尸的这样的东西 对 有 真的假的吗 这是真的 这是后汉书里写的 吕厚被埋了之后 被赤梅菌给挖起来 挖起来之后 你说这些完全木造也真怪 这个两百多年之后吧 这是 尸体保存完整 赤梅菌就给它兼毋了 这是真的 这正式记载 环帝的老婆叫冯贵人 知道吧 冯贵人死了之后 被一帮盗墓的给挖出来 七十年之后 不但尸身没烂 据说还有体温 然后呢 这些盗墓的 就是口味特别重 就把这个冯贵人给强奸了 强奸为什么怎么事发呢 事发是在于强奸人的 他们争先口后的 要轮流跟这个冯贵人 发生性关系 打起来了 就因为盘云的顺序 打起来了 然后就事发了 事情一发 李天一和他小伙伴 全都震惊了 轮流性无法 所以轮流性无法 那轮流性无法 那轮流性无法 这个真的是很可怕 但是呢 是有这种变态的东西 不管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文化 都有这种介绍 古代的皇帝 他不仅是要把自己的灵墓 秀得非常大气 然后很多金银珠宝放在里边 他还要很多人啊 一起陪葬 希望死后到了阴间 还是能做皇帝 这个这种殉葬陪葬 好像从夏商周的时候就有了 奴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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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幸好有这些灵墓 或者魂墓的流存 权贵的 包括皇帝的灵墓 才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断代史 我们才能够做这个连接 但是我们现在又发现 秦始亡灵 三万多的人陪葬 这个记载是准确不准确 我觉得不太准确 有点夸张了 墨子有个说法 大概说是天子杀寻 众者数百 寡者数十 将军杀寻 众者数十 寡者数据 我想这个三万有点夸张 但是在杀人殉葬 在不同的民主 在世界历史上都有 但是呢 你说的轮回 就会使得我们的魂墓的修造 就变得无以伦别的巨大 一个王朝的颠覆和灭亡 其实跟他灵魂修的规模是成正比的 汉朝的话 把整个一个汉朝里边 有一半的这个财富 社会财富全都埋在地底下 那个时候汉的时候是后藏 后藏跟秦的后藏有殷息关系吗 汉的话 本身他自己是 说实话 这个文化水平第一的人 他在理解世界 他就不行 从刘邦开始 刘邦其实不算太奢侈 文景之后就开始奢华起来了 中国这个传统的话 还有个家族 就是整个汉下来的话都是 金鲁玉衣布就是这样 最近不是挖出了上官婉儿的墓吗 过度开采锅了已经是 它里边的棺物都是没有的 只有一个墓致名 这个墓有点意思 它就像伊诺说的 挖着里面空空如也 后来好多人说 是不是后来的盗墓者去盗的 后来发现不是 为什么呢 里面还有一些塔塔罐罐 塔塔罐罐到今天就是文物了 应该把这罐子拿走 但是那个东西还有 那也不一定 民国时候他觉得这罐不值钱 但是很多专家就说 这个不是老百姓的盗墓去 所谓是政府 就是当时他这个上官婉儿 下账不久就被挖出来了 因为上官婉儿 他是当年的这个女宅相 武家武则丁和李家 是有很大恩怨的 那个年代的副总理吧 上官婉儿因为这个政治斗争 很可能就是被李家给他挖走了 这个中国人第一呢 讲究坟墓 第二呢 讲究对坟墓进行借机报复 盗墓的事吧 有一个事是很诡异的 从真十五年的时候 从真 他对鞭大寿 寿命就是挖李自成家 李闯家的那个坟 首先是先挖开了 李自成的爷爷的坟 发现骨头上长白毛 全是白毛 这是真实的 这是 因为我当时看过那个 《明石录》里边有那个报告 然后他觉得很害怕 感觉像是死人穿个娇皮大衣 一身白毛的骨头 第二就开始挖他爸爸的坟 挖的时候又出现怪象 一棵树就突然被雷给劈开了 跳出一条白蛇来 再挖这些骨头不是白骨 是绿骨头 还是一身白毛 再挖就没敢挖了 然后呢 从真这边呢 是又也挖过了这个 明朝的过去的 那些王爷的这个铃 李自成 后来到清的时候 最过眼的时候就是 这个是属于政治性报复的这种 明政府呢 是挖过李自成的话 明政府也想挖清灵 就是想挖那个清朝 断了 因为这个政治 它是中国太迷信了 说那个龙脉嘛 还有那个祖坟里边 如果是祖坟的话 给它断了 就断了它风水了 当时天启的时候 曾经组织过一次 挖那个清朝的铃 可是他们进不去关内 那个时候 进去也没用 因为那个清朝的时候 那时候游戏民族 他们是属于火葬 那时候还是和黄太极 都是骨灰 后来有人给天启出个损照 说怎么了 说听说满人的上祖 是金朝 就是跟金屋珠他们 就金屋珠他们那一步 他们是他们上祖 说实在断不了 这个清朝 这个满人的灵 咱们断到更上边去 结果把大方山 那个经国启宁 给全给挖开了 这属于政治性报复的 政治性报复的 无止息鞭尸 对 这也就是一个最典型的 我们现在记得 断风水断龙脉 历来有之 一直到了现代 你看看那个很多革命将领 比如说徐海东 几十口人就被国民党的 当地的这个地方卤床给灭了 包括像毛泽东的 韶山的祖坟 合建 派人屡次要去平坟挖坟 但是一直被当地的老百姓 妥善地保护起来 真正的祖坟没有被挖掉 是吧 这才有毛泽东 这个离开韶山30年 又回韶山去 拜祭他的母亲 当然他那时候 戒纪斗争的这个印象 还是比较深的 就是父亲是富龙 没有去拜 拜妈妈的墓 再比如说文革 我们对很多 包括蒋家的墳墓 包括一些国民党元老的墳墓 都扣开了 而且都是很惨 有编尸吗 没有编尸 但是比编尸还惨 其实这叫陆尸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错古杨徽 这个比人还惨 甚至包括一些历史文物 包括丘锦在西湖边的墓墓 包括这个辛亥革命 一些英烈的墓墓 当时在文革造反的过程中 都是这种灭谷杨徽 到后来其实都很多都是衣冠种 这样的传统的墓建的朝代 你去匪师去编师去混 坟可以理解 但是它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而且一直延续到不堪入目的 荒唐的年代 这就让我们就有很多的思考 坟墓作为一种历史的载体 作为一种政治发展千变的载体 其实有一些典型意义 比如说青东陵 东陵几乎全都被毁 几乎毁了 还剩一个顺志的灵 顺志的灵是被那个 顺志不是在舞台山吗 顺志的灵 它就真是因为舞台山这个传说 所以保全 幸免了 说是只带过一双鞋和一个 因为河上都是 都是做骨灰 所以说就没挖 孙天英到墓的时候是 挖开了慈禧的墓 是最出名的是吧 挖开了之后 它是为了取 因为说据说那口里边 含个珍珠嘛 这都知道是不是 它为了取那珍珠太大 取不出来 把老太太这个牙齿 牙齿全都砸碎了 然后牙齿还在 老太太二十 才埋了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尸体还是好的 结果把老太太 从衣服到鞋全都扒掉 后来在整理的时候 这唯一说 或者怎么办 就是整理的时候 就发现老太太的身高 是一米五八 测量过 有一下缩水 肯定有缩的 当时凉的时候 是一米五二 深长 但是如果再加上缩水的话 给它加六公分的话 一米五八 脚呢是个大脚 没裹裹脚 当然买人从来不裹脚 这是唯一的一个说话 然后更黑色又默 现在的中国皇帝灵 基金会的会长 叫孙天忆 这个人是孙天忆的亲生儿子 哦 就他们家很黑色又默的 爹和儿子全靠死人坟来 活着 来发现 一个是 挖 一个是保护 孙天忆还有 挖坟人家是有为了 他有逻辑 他有正义感 他有 他有他认为的正当性 他说怎么样 他说那个 孙中山大英雄 把满人赶出了中原 就是赶回家了 赶回老家了 推翻了清朝了 大英雄 冯玉祥 大英雄 把溥仪呢 给赶出了皇宫 对 我孙天忆没他这么大能的 那我有什么能的 我能把他死了 还有理由是怎么的 就是满人入关的时候 把我们的大兴文字玉 把我们的文化人的话 都是也是这么 边师挖石 我呢也是这么挖石 他给自己找了正当性 他给自己找 后来也很多野史强 做了很多这个宋美玲 那也都是假的 我认为都是千疆互惠的 对 据我了解 东宁也不只是 孙天英不武挖了 后来也有多次的隆宁 也有革命的需要 财政收入的需要 中国这个所谓的武士而展 跟我们的宁目 过度讲究是有关的 也有 历代你说那个明知明高 大概有一半都被埋在地底下 然后呢 又为下一个朝代的编师 或提供财务这个小金库 提供了一个主要来源 曹操挖汉王刘武的梦的时候 据说是挖出来的一个坟 够他军队吃三年 一个军养军队是多大的开支 够他三年了 你想可想而知 他埋进了多少东西 这东西是不是也另外一种财富的 偿户以民的 不是 偿户以民有本 你只能是这么理解了 这是 宁目文化 第一给中华民族保留了 历史段代的 食物的考据的珍贵资料 第二给中国数千年的 政治发展严格史 提供了阶级斗争和泄愤的对象 是吧 我们可从这个 陪葬的历史千变 看到这个朝代 在那个时候的财政状况 百姓收入情况 以及那个时候 统治者的政治智力的强弱 侧面的参考性的一种历史记录 对 无关是地主老财 还是平民百姓 还是皇宫帝侯 几乎鲁士 汉民族好像特别讲究 死后的东西 也是一个文化的史 因为中国没有宗教 中国没有宗教 中国的祖先就是他的宗教 就是他心目中的神 你想人为了给神来做庙的话 那给他的祖先怎么办 那就是修灵 特别是权贵的话 中国的人的话 还有一个传统就是 那个轮回说 灵墓只是他一个暂时的住所 他还要再走掉的 或者说他在这边的话 就是常住的话 他另外一个空间里边 他对于他这个建设的话 跟他在活着建设的是对等的 他把他的坟墓秀得跟宫殿一样 他又派了千金万马陪葬 兵马俑助手 各种水淫传说 各种暗器 各种各种保护措施 不只是一个墓 连潮潮都有13个遗种 多少个遗种 任何一个潮潮 只要他有财政能力 有生活水準能足够维持 他都会把他的坟墓的 和陪葬品等等东西 他寄托来世 中国人对这种魂牧的文化 为什么这么重视 我想就是中国一个的缺少信仰 另外一个中国很重视一个鬼神文化 他认为人 你活着是人 那么你死了以后会成为鬼 那么为什么这些皇帝 这些权子者 他会找人陪葬 他就是想 我到了地下 我还要维护我这个在人活的这种尊严 这种享受鬼神文化 中国人述来对死亡是有恐惧感的 对死亡的恐惧 让这种大修魂令的文化 一直传言连绵不绝 西方为什么会对大修这种灵木会弱一点 因为西方他对这个死亡这两个字 他们认识要比我们更深刻 在西方很多大学生会有一个课 就叫死亡哲学课 就告诉你死亡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死亡这一门课 在我们中国是没有的 我们每个人对死亡 如何面对死亡是充满着恐惧和未知感的 我们现在我们想提倡了近现代的墓葬文化文明之后 提倡火葬 但是我看现代也很多人的修焚 都很难推广 魂墓这种我们会经常说一句话 我要恨你的话 哇你们家十八代祖宗的墳墓 我觉得墓墓在中国的文化系统里面 是一个很有可琢磨的一个象征 怎么琢磨呢 它可能代表着这种感情也好 或者说这种血脉也好 所以说在中国就挖人家的墓 和这个为什么人要对这个墓的重视 我想有这么一个情感因素在里头 这个墓一般都是在生前自己就修好的 无论是地方将相 还是平民百姓 还是平民百姓 就相当于买安洁房一样 我已经先把我房子 买房 买地买安洁房 到至今为止 我们能对死亡重视程度 这太哲学了 不得不得 还是很重视 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愿意去 火花 一般的人都要去修个墓 有条件 现在听说我有的地方买一个 现在是修坟吧 修一个放个骨灰盒的那个 好贵的 而且是有的是可以 这个好像炒车牌 炒车位炒房一样的 对对对 有没有这个事情 有有有有 那就死无葬身之地 这个因为耕地面积少了 就会出现这么一个问题 古时候的帝王将相也罢 平民百姓们 都是期待自己勉离死无葬身之地 都有这个情节 奉公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我本身的这个 本身的墓主 对于自己的一种来世的寄托 另外一个是在世的人的话 对于自己祖先的一种 平调的一个附属 他必须要有一个东西来 来寄托这个情感 这个东西 墓墓是起到这两个作用的 在世的话 如果有条件的话 我这个墓主 我当然希望自己在地下吧 或者说在转世间 我生活得好 而在这个在活着的人的话 当然希望自己 这个平调的这个人的话 把感情投入在这里 所以墓墓尽量修得越好 我再举一个例 农村的老人家 他这辈子 无一的就文化叫棺材本 一辈子继续 有一口棺材 有一个安身之处 他就满意了 因为这是他的下藏的地方 我下乡的地方 我住在二楼 那边就一口棺材 那老太太三更半夜起来 没有什么事 他就捂摸那个棺材 他就极为的满意 因为这是我的百年之后的归宿 没有这个里面 谁都是一样 大师也一样 齐白石的时候 在北京 他就是在家里面 已经做好了棺材 然后这个棺材 他不放心 把这个放在家里面 运到了北京 然后就放在他们家 那进门的胡同里面 来 那个齐白石已经 工程名就是大师了 来的时候 只要是他能看得上眼的人 他都会把他拉过来 让他参观 他这个足足的 四平 四平方米 这么一个豪然 我很畏惧死 但是我 我知道这东西 你躲不过的 所以我只能是属于 看淡的 看开一点的话 我觉得其实人死了之后 有这个墓葬的话 都把我这一生里面 记载下来的话 如果说在挖出来的时候 能够把我的文化 再展出来 对于考古也好 对于文化的发展也好的话 我就继续挖我的朋友 兄弟 你现在没有条件 买很多东西来 你这还要公楼什么 我自己有一个创意 结果被人给盗了 是我跟我哥哥两人商量的 我要是死了 和他死的话 咱们把那个骨灰盒 我们俩互相做骨灰盒 他是工艺师 大工艺师 他准备给我做一个警察栏的 问我给他怎么做 后来我想了半天 我是打算把他那个骨灰 精选出一些 磨成戏份 然后做成沙漏 假设他活到82岁的话 那么这沙漏就停82分钟 每一个阁里边 有他一个小子 说这个照片 然后的话 让他生生不息 轮流不止 生命在轮回的过程中 我说你这样 真好 结果我大嫂说什么 你这不是先把我老公 毁尸灭迹 粉身碎骨 然后再折腾你哥 后来被 富春山居土给偷去了 我可以保证 我这创意之一 因为我在微博里面有记载 所以我想 一般的老百姓 凡夫走卒 平民百姓 帝王将相 任何一个朝代的 元老也罢 平民也罢 对死亡 对殡杖 对坟 对墓 对灵 都有自己的讲究 而这个讲究 会不会随着时代的更边 随着我们十八亿亩 龙耕地 这个红线 不断地被装撞 那么 而有一些 移风艺术的变化 会有 但是这个根本的东西 不会变 你比如说 现在它火化了 有钱人 他就把这个火化 这个东西再找 零元 对不对 现在不是商业 开发零元 那么他也会找到 最好的位置 那这个人 对这个魂牧 这个来世的这种 这么重视 第一个 他还是人的这种 最根本的感情 就是人的这种 占有的欲望 他使得他也要占有 你贪婪 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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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私 占有的欲望 农村里面 他要找个风水 保地 城市里面呢 火化了 他也找一个 零元最高的价格 埋在那个地方 他自个的话 本身对于后世的一种 那个 的嘱托吧 就是风水好的话 可能说叫浮炎后人吧 当死亡一直被人们所恐惧 当轮回 一直被人们所想象 这个东西 你要一时改变 这不容易 对 其实我们的历史和现实 有很多不可知和未知的东西 我们不能妄论说 它就是胡扯 进入神秘主义 但是呢 因为我们这个 就是胡扯的节目 因为越胡扯越好看 越胡扯越晚上 越胡扯越好看 胡扯就是有营养 好不好兄弟 胡扯得好 我们下回接着去 好